我就跟急診的醫生講 我就真的很痛 他就說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明天去掛身心科看一下 真的 隔天去掛身心科才知道說 因為是長期的這樣的壓力 造成了睡眠失調 整個就變成治癒神經失調 而且其實那一段疫情期間 很多人都這樣 不只你 我自己長期就是一個 失眠的一個話 所以今天遲到 以上節目由 紅麴零蝦遊冠名贊助